我們學習勇進拳呢 你就不要說抱著 學武獻學德 不要抱著什麼時候我學了 好多功夫 我要跟人家去比試 要跟人家打架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 我們就記住兩點 有危險的時候可以自保 沒危險的時候可以強身健體 自己學會的 可以傳給下一代 這幾點就夠了 現在在擂台上面 那些 他們根本 別說 泳村拳代表 他們根本連一點 一丁點的泳村功夫都沒有 是一丁點的沒有 我剛才都說了 泳村拳是一個歸家拳 我根本沒有必要 在別人的面前講事 我們泳村門人 我們一直保存著 祖師爺留下來了 那個教訓 訓斥吧 應該說是也是權力裡面寫得很清楚的 我們就是 我說剛才的三點 我們沒必要去用這個 用來大肆酸羊 我什麼什麼能打 或者跟人家比武 後勇到 最好你不知道我是什麼回事 我真的要用在你身上 你就知道錯 你就知道後悔 這才是我們 祖師爺 一直以來傳給我們的 流傳下來的話 所以現在 我們 說了歸家傳 就是在自己學會的 就傳給自己家裡的下一代 所以我根本就沒必要說 在擂台上面 我要展示什麼什麼 你看泳村多能打 什麼什麼 所以說這個問題 將來不久之後 在我們國家 可能就真的見不到各種各樣的傳統武術 你現在看一下外國人 外國人已經 很多傳統武術學去了 為什麼那些有功夫的傳統師傅 傳統武術的師傅 都願意教外國人 不用去教國人 就是我們現在國人的武林裡面 已經是亂七八糟 而且有些人 是必有用心的 就像我們是這樣的效果